Hello,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TypeScript里面 KeyOff这个关键词的使用场景 这块的内容有点难 所以大家认真来听 我打开上节课的代码 把gecreate.d.ts这个类型的定义文件给它删除掉 然后我在这个page.ts里面去写一些其他的代码 通过这个东西给大家举个例子 首先我写一个名字叫做teacher的类 classteacher 在这里我定一个名字叫做 首先constructor里面 我们去写一个私有的这样 名字叫做info的一个私有的属性 它的类型我们可以在上面去写一下 定一个interface 叫做person 和name stream的类型 age 往后number的类型 再来一个gender 也是一个stream的类型 好 也就是teacher在构造函数里面 会接受一个person这样类型的数据 存到info这个变量里面 然后我们再去有一个方法叫做getteacherinfo 或者就叫做getinfo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让外部的用户传一个key进来 它的类型是一个stream类型 然后呢我去return一下 this.info下面的key值 ok 保存 好 我们先等一会儿再看这个bosquare 在外部使用这个teacher我怎么用呢 const小的teacher 等于new teacher这个类型 然后传一个person进去的吧 比如说name叫做dale age 18 再来一个gender male 保存 ok 然后 我们去使用一下teacher.getinfo这个方法 向里面去传入 比如说name这样的一个参数 ok 因为teacher里面传入的一个person person有name 它会输出dale对吧 就这块我可以const叫做test 等于teacher.getinfo name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test的类型 它返回的是any 这是为什么呢 而且这块会报错 我可以给大家点时间 大家去思考一下 到底我们写的这段代码 现在错在哪里 好 如果呢 我点开我的控制台啊 然后我去运行 大家看一下package.json里面 叫做start对吧 就在这儿 我运行npm 稍等啊 npm start 然后我们放了localhost1234 我们点开控制台来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它没有打印出任何的内容 我可以改一下我的代码 在这里我输出这个test console 叫load一下 test 然后保存 再回到页面上 del就打印出来了 我们可以放大一下控制台 给大家来看一下 del就在这里 那说明我们代码呢 现在能够被编译 但是为什么这个语法上还会报错呢 实际上原因是这样的 当我传任何一个case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办法保证 它是name或者age或者gender 只是这三个指啊 不能保证对不对 有可能用户传了一个其他的 比如说hello进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到页面上刷新 andify就打印出来了 那么大家想 如果传一个hello进来 this.info里面肯定没有hello 那当然呢 TypeScript它就能分析出来 你这个case这么去写 是不安全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保护的机制 融入进来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叫类型保护 那怎么写呢 我们在这写ifcase 等于等于等于name 或者age 再或者它等于等于等于gender的时候 那么我才会允许你去返回 this.info key 否则的话呀 我就return一个 或者说我什么都不return 你必须是这三个值的时候 我才允许你return 那保存一下 大家来看啊 这个时候你传name可以 你传hello呢 保存 我们看一下啊 这块也OK 只不过 如果是hello的话 test的值 就应该是一个undefined 对不对 那现在他会发现 test有可能是string 有可能是number 有可能是undefined 这是怎么回事 你再传一个name进来 你发现test的值 也可能是stringnumber 或者undefined 这是因为当你传任何一个东西 给getinfo这个方法的时候 这个k值不定 所以他返回的东西也不定 TypeScript不会进入 更深度的一些判断 帮你去判断 你现在传的是不是name 如果是name呢 他才会知道 this info name的值 其实他的类型 应该是一个string类型 他不会分析这么多层 所以他呢 只能大概的分析一下 你这个k值进来 有可能你传的是name 有可能是age 有可能是gender 当然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如果是name 或者age 或者gender 那么他返回的类型 要么是string 要么是number 如果他的k值 是一些其他的 比如hello这样的字符串 那他的返回值 就是undefined 所以TypeScript 如果你这么写 只能推断到这一步 告诉你 getinfo返回的值 要么是string类型 要么是number类型 要么是undefined的类型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当我们传name 给这个方法的时候 最理想的形式 他返回的这个test 应该是一个什么类型呢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字符串类型呢 而现在这种语法的提示 或者语法的推断 实际上并不准确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呢 我们可以 给他强硬的 add一个string 对吧 这个时候test的类型 就是一个string了 但很显然这么写啊 并不是一个最优的写法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写法 大家仔细来看 我们用范形 结合keyoff的语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 我把这块的代码 给它去除一下 OK 首先我们说 写范形怎么写 在一个方法里面 写范形啊 首先我在这个 画口号前面 加一个尖口号 我写了一个范形 我写范形呢 接着我写keyoff person 然后前面加一个t extends keyoff person OK 那keyoff呢 如果大家学gs的话 有点感觉 它是一个便利循环的 一个语法 对不对 所以keyoff person 实际上是对person 这个接口里面的 每一个属性值 做一个便利 那大家想 这个时候 keyoff person 第一次便利 这个返回的内容 是不是应该是name 然后 t extends keyoff person 像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它就是 t extends name 像就是 Zoochart的一个name 实际上呢 t extends name 等价于什么呀 等价于 type t 等于name OK 比如说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我会声明一个 叫做t的这样的一个 类型别名 它的名字呢 就是name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key呢 它的类型是string类型 OK 其实类型是什么呀 我们这个时候 key的类型 就可以让它是t 那么大家想 这个时候 key的类型 是不是 它是t 其实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name 这个东西 OK 那它的返回值 我们这个时候 可以再写一下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就应该变成什么呢 就应该变成person 后面跟一个t 我又画一下代码 好 那person下面的t 其实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指的就是什么呀 person下面的 name对不对 好 也就是 当我循环person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首先如果你传入的这个类型 是name的类型的话 就是说和t相等 第一次循环告诉你 如果是name的话 那么k值就得是name 而且返回的值 必须是person name 那么它返回值的类型 就可以是string 好 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那type这个时候t 应该等于什么呀 是不是应该等于 我们说循环这个person 应该第二次的类型 应该是等于age了 对吧 那如果是age 它的k 对应的东西是什么 是不是也是这个t呀 大家看啊 现在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t是age 而k的类型是t 所以k也是age 那返回类型就变成什么了 person下面的age 那类型是不是就 只能是一个number类型了 好 第三次同理 循环t是什么呀 t是gender 大家看啊 person循环第三次的时候 t呢 又继承自这个person 循环出的内容 所以t这个时候 应该是一个gender 而你的k又是t 所以k也是一个gender 那么返回的内容 是不是就是person下面的gender了 好 当然它返回的内容 竟然是一个stream类型 对不对 所以透过这种语法 去写完我们的代码 然后把这块注释掉 它是一个帮助大家理解的 一个原理性的动向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 我们下面写的代码 它的这个语法提示 我鼠标放在test上面 你会发现 它是stream类型 当然我把它改成age 这个时候test就会变成number 我改成gender test就会是一个stream 而我改成 hello 这个时候下面直接就飘红了 告诉我们hello不能传 因为你传的东西 只能是name age或者gender 对不对 所以仔细去想key off的语法 它不仅告诉我们了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原理性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再深度的去思考一下 我们发现其实当我们定一个类型的时候 可以让这个类型不是stream类型 我们之前学的这种类型 可以是stream类型 可以是number类型 这种基础类型 也可以是interface 或者对象的这种复杂的类型 实际上现在我们的一个类型 甚至可以让它是一个固定的字符串 我可以写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定义t 或者说定义一个叫做name这样的一个类型 它类型的值就是一个字符串 那比如说我给一个值 constabc 往而它的类型给一个name 那假设我让它等于b 或者说bcd 你发现它就会报错 而这个name的类型 它的值的存储 必须存一个和这个name字符串 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们这个时候保存一下 它还会报错 我们看哪里有问题啊 tap name 等于name OK我下面这块写错了 这块应该是大写的name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给它值等于name的时候 它就不报错 但是我换一个字 比如说hello hello 这个时候它就会报错 所以类型现在也可以是一个字符串 正因为是类型可以是字符串的 这个原理的帮助 我们才可以去写这种key of的语法 key of实际上在循环person 那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它就会让我们的这个t的类型 直接变成一个age 直接变成name这个字符串 那么k值也是name person name 当然它返回的类型就是stream 那它会帮助我们去通过这样的语法 结合范形 来实现我们现在想要的这种效果 穿一个name 或者其他几个属性 包括age和gender这样的动向 好 所以未来呢 如果你有一个类里面有一个对象 像这样的一个对象 然后你想根据index 或者k值去获取对象里的 某像内容的时候 又想去推断出正确的返回的内容的类型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这种 t extends key of person 然后k冒号t person t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语法 解决掉这个问题 这块的内容呢 算是tapscript里面 比较困难的一个知识点 希望大家呢 多听几遍这个课程 把这块的内容彻底消化掉 OK 那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